本席一再要求啊,对于国道基金,我们的原则就是啊,维持国道基金的一个基本的运作,不要增加我们消费者这样的一个负担,而且对于中南部的大众运输啊,要加强这样的一个提升它的使用率,部长在这边,当初我就是这样来要求部长说,我们的国道基金以一百年度的这样的一个年度总数220亿,部长也答应了,也向社会来做一个公开的承诺, 国道基金的总收入不超过220亿,第二,部长也向我们社会大众在交通委员会的要求之下,说对于短程的这样的一个收费啊,的消费者,它的冲击不大,顶多啊,是一张公车票,或是捷运票的这样的一个啊,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啊,负担而已,但是部长,今天我要请教你啊,今天试算出来的这三种方案啊, 台北部说,对我们南部,对我们高雄来讲啊,我们骑山到钢山,原本都不用钱的,这样的一个33公里的10号国道,我们一般的上班族,不管这三种方案哪一种方案,以一个月上班22天来计算,扣除所谓的10公里或20公里,它所增加的负担,至少都在1500块以上, 一千五百块以上,不是一张公车票,不是一张决票,它是一个便当耶,比是这个便当的钱耶,跟委员报告啦,不长,我们一天就增加一个便当的负担,不一张公车票耶,对啦,跟委员报告哈,我在早上口头补充的时候有说明,一个是统计平均值,我说,我说这个,所谓一张公车票价,这是一个统计平均值, 是以全国七百万有车辆登记的来计算吗,还是以高速公路使用者的平均来计算,跟委员报告,我就要强调,我在早上口头补充报告就强调,不长,现在这个结果出来了,现在结果不是一张公车票,一天不是一张公车票,一天是一个便当哦,不,跟委员报告啦,我要强调的是,统计平均值跟特定样本的个案,这两个中间有落差的啦,然后像这个国道10号,这个就是属于,统计平均值, 当我们的劳工,我们的三班族,向政府说,一天加一个财业蛋,政府不肯,然后政府莫名其妙跟我们要一个便当的钱,跟委员报告,所以我早上也有特别报告,对于这种统计平均值跟特定样本的个案之间的落差,我们基本上要用一些可能的配套来想办法解决这些可能产生的影响,这部分,现在我的问题啦,部长,现在当初我提出这个220亿,部长也公然的承诺,是, 这是要维持国道基金的一个基本收入,对,这个是我们一定会尊重的,那,现在这三种版本,那我倒要问,我倒要请教啊,你们这个试算的基础,跟运算的公式,应该向社会大众公开说明,而且是要透明公开,接受社会大众的一个检验,我们今天,你要收钱呢,我们今天公布,你不是要钱给社会大众呢,对,我们今天公布这个,我们今天公布这个数字就是,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, 讨论,我们中间的这些计算,计算,计算,试算的基础,运算的公式,必须向社会大众,说明清楚,并接受检验,是,第二个,就是说,这三个方案,也没有说明清楚,到底这样一年的收入,到底是会多少, 然后,所谓的横向国道,的争议,以及短程,这样的收费的,这样的一个争议,到底汇率是多少,然后对于,两百二十亿,这样的一个目标, 跟委员报告,是这些数字,一定都超过的啦,部长,一定都超过两百二十亿的,现在每天至少都有,一百五十万车次以上是免费的嘛, 我想,我想,我想,我想这些数字,我们都可以进一步计算,至少有五成以上,五成五至六成,是短程免费,这些以后都要收费的时候,你用这三种方式,部长, 当初,我在提两百二十亿,这个国道基金的目标之前啊,交通部就放风声了,一公里就是零点九至一点一, 没有,交通部从来没有,交通部从来没有放过,从来没有,从来没有,我提出两百二十亿之后, 后来,你们这三个版本,从当初的试算,五十七种的,这样的一个情境模拟的试算的基础,到今天变成三种了, 诶,这个国律还是在,从一点二到零点八二,没有什么变嘛,那我们订这个两百二十亿, 这就是因为,两百二十亿这个上限,卡在那个地方,所以我们的可能这个移动的空间,事实上是有限的, 所以像这些,如果委员有任何怀疑,我们可以找专人跟您,或是您的助理去做非常仔细的, 我们也都把资料都可以公开,没有问题,我们今天,我们今天敢把这三个方案拿出来, 当然就是,我们要接受大家的检验,各种角度的检验。 运算公司,向社会大众公开说明,第二,也要把这三种汇率的方式,公开向社会说明,会收到多少钱? 没有问题,收到多少钱? 这个没有问题,都没有问题,我们基本上我们讲说,我们不超过上限百分之, 这个两百二十亿,两百二十亿这个上限,这个我们一定是,现在所有计算都是以这个为基础, 那甚至于基本上的收入,大概都不要,甚至于都要比这个稍微低一点。 部长,当初我们定出这样一个二百二十亿的时候,我们社会大众跟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都认为说, 二百二十亿,现在原本五成五以上,本来不用收费了,现在以后都要收费。 高达一百六十八万车次,原本不用收费了,现在都要收费了。 这个汇率应该会大幅降低啊,从你的0.10到0.10,应该要大幅降低,现在变成0.82。 如果我们没有免费里程,所以就是0.82嘛。 那如果是要有免费里程,那这个时候,这个事实上就是目前不收费的这些人中间还是有相当高比例,还是继续可以不收费嘛。 目前的汇率偏高啊,偏高啊。 跟委员报告,这个数字。 跟部长当初向社会承诺的一天一张公车票,变成一天要一个便当。 跟委员报告,这是统计平均值,绝对是一张公车票。 但是特殊的个案,它地区性的个案,就会有比较高。 然后这部分特殊个案,我们也承诺说,我们要进一步来研议一下,可能的一些配套措施如何。 汇率还要再降低,绝对会超过200.21。 我们可以把数字跟社会大众来说明。 这次算的基础跟运算公式向社会大众说明清楚。 对对对,没有问题。 然后预计会达到多少钱,向社会大众说明清楚。 没有问题,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 当初我也跟部长要求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汇率。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,这没有问题。 所以你如果说收0.82,然后你一年你收到9月,就收到221的时候,0.82就要大幅上架。 这一部分我想,这一部分将来也可以纳入我们的这个方案,也都没有问题,我们来研议。 第三个,免费里程。 这个免费里程暗藏玄机啊。 部长,这个不是一趟减个10公里或20公里啊。 这是一天,一天的计算嘛。 一天的计算嘛。 这个免费里程,要向社会大众说清楚。 现在很多社会大众,还没有看清楚这个报告。 我们讲,以为是说,我上一次,上一次高速公路,我就可以减10公里,或20公里,不是嘛。 跟委员报告,在过去我们提这个免费里程的时候,我们虽然没有把里程数讲出来,但是我们一再强调,这是每日结算。 如果是我们没屡次来算的话,就难免会发生,大家在高速公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。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,国道继承收费,使用者付费,这个大家都不反对。 就好像二代健保,又要我们多交一些钱,说健保不能倒,大家文化可说。 台电,说要涨价,说不然台电也会倒,会亏损。 油价,说要缓运成本,这个理由看起来都是正当的啦。 但是,现在这样的一个,国道继承收费,里面,使用者付费。 另外一个重要理由,就是要推动大众运输系统的使用。 部长,台北市的大众运输系统,在今年它推展的目标,已经达到42%。 但是高雄多少呢?10%。 所以说,我们要推展大众运输,你是要建构这样一个大众运输系统的推展的使用率。 那我是不是可以要求,大众运输系统,中南部各县市的使用率,没有推展到42%跟台北市一样的话,你就不可以跟我这些横向国道的收钱。 有没有问题? 跟委员报告,横向国道不收钱,会有两个后果啦。 一个后果就是说,纵向的成本就要提高。 这个每一个公里数成本就要提高。 这是一个,看大家愿意接受嘛。 然后第二个,如果这纵向也不提高,那时候后果就是国道的基金收入减少。 那这样的话,像国道7号将来可能就没有钱来改。 我也不想再用其他本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时间啦。 快速道路,不管是台78、82、84、86、88等等。 它跟所谓的国道4号6号8号10号,它的功能都是一样。 它是连接交流道系统跟国道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联络道路。 它的功能性质都相同,应该要比照这样的一个快速道路。 而且以国道10号高雄市来讲,它是市区的道路啊。 我们高雄市的岐山区,30万的民众要到高雄市的所谓的市区的时候,主要就是靠这一条啊。 这对我们大高雄地区啊,一天就影响将近30万测试啊。 部长,这个报告啊,我认为应该要退回。 要提出确确的计算方式,试算的基础,运算的公式,以及对220亿是否会超越的这样一个争议。 要说明清楚,以及大众运输使用力要达到台北市的42%以上。 我们才来推动国道计算收费。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建议啊,请部长参佐啊。